雅家达亚运贵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,孙杨轻松夺冠,成绩是3分42秒92,甩了第二名4秒多。 此外,孙杨读金后也是一脸轻松,看而出他的统治力和霸气,孙杨拿到了第三金,剩下1500米自由泳。 孙杨有望成为单界自冠王,此前,孙杨先是在200米自由泳拿掉金牌,随后在800字中轻松夺冠,7分48秒36的成绩创造了新的亚运会记录。 至此,孙杨已拿到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自由泳冠军,实现个人亚运大满冠。 今天的400米自由泳比赛,孙杨也拥有绝对统治力,他是亚洲记录保持者,赛会记录属于朴太环,而世界记录属于彼得尔曼。 今天的比赛,孙杨选择后发支援,前50米时,他已经落后第一名近一秒。 不过,孙杨对自己的比赛策略有清晰规划,他游得很轻松。 150米时,孙杨来到了第二名,落后第一名0.6秒,200米时,孙杨来到了第一。 此后,孙杨就是一路领先了,最终轻松夺冠,本届亚运会。 孙杨已经拿到了三斤,他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项,那就是1500米自由泳。 在这个项目上,孙杨也拥有绝对优势,现在,孙杨已经拥有8枚亚运会金牌,本届亚运会结束后,孙杨有望拿到了亚运第九金。